十二岁小乞丐嫁入王府第一天 就被恶婆婆当中八光衣服 还当着儿子的妹 羞辱她与别的老男人油然 不料下一秒就看到她肩上的胎脊 竟发现小乞丐 就是她抛弃二十年的亲生女儿 没怪胎脊 她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的女儿 眼前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莲成 今天是她嫁进王府的第一天 本以为接下来便是荣华富贵的一生 不料一只脚还没踏进王府大门 就被正式夫人拦住了去路 而夫人仗着自己公主的身份 在门前大吵大闹 丝毫不给莲成一丝情面 我正式都没有进门 你一个侧夫妻就敢迈步 公主的话瞬间让众人大气都不敢出 莲成只好委屈地捂着脸 看向自己的丈夫横台 谁知换来的却是一句 公主教训的是 莲成闻严满脸的不可置信 但只能吞下委屈进了王府 殊不知这一切 都是婆婆还是在背后的推波住来 原来她自从知道儿子要娶一个 无依无靠的小乞丐为侧夫妻 就十分嫌弃她的出身 自认为莲成不配进入王府的大门 可恒泰却对莲成情有独钟 放着正式的公主不语 反而跪在地上 请求父母答应他们的婚事 还是知道若是阻断 儿子就会埋怨自己 只能无奈应下了这门亲事 决定在婚后让莲成知难而退 正厅中 莲成依照惯例跪在地上给公共敬茶 丝毫没有察觉 婆婆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果然下一秒 公主再次找茶 要立进门的第一条规矩 身为测试每天都要给正式端茶倒水 莲成忍辱负重 只能跪下给公主敬茶 可她却以茶水太烫了油 将二百度的水泼了莲成一脸 一旁的恒泰看着这一切怒火通烧 正要出言阻止 却被母亲一个眼神拦了下来 就这样莲成在屈辱中 度过了进门的第一天 夜晚恒泰看着面前美艳动人的莲成 暗纳不住心头的嫉妒 就想做些大家不爱看的事情 不料公主直接推门而入 打断了两人的好事 看着满屋刺眼的红色 公主顿时杜一大法 开口嘲讽两人洞房花 逐境无人伺候 公主亲自伺候你 你让我看 公主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一旁的恒泰再也看不下去 立生阻止了公主的动作 让她不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为难莲成 可恒泰的话不仅没有起到作用 反而让公主更加疯癫 再次当着她的面挡的莲成一个耳光 看着不可理喻的公主 恒泰气地直接拉住莲成往外走去 留下公主泪流满面地站在原地 一气之下将桌上的花瓶打了个吸索 绝望地瘫坐在地上 发誓一定要让莲成好看 次日莲成一时兴起出门逛街 却被车夫直接拉到了寺庙中 莲成迷茫地下了马车 竟然看到了公主早早地候在了此 知道公主不安好心 莲成便想直接转身离开 谁知却被车夫用泥烟弄晕了过去 原来一个时辰前 还是为了将莲成赶出府 与公主达成了合作 准备给莲成安上一个 怎么都摆脱不掉的罪名 等到公主成功将莲成骗了 韩氏便在寺庙中 随机挑选了一名精壮的男子 下要将他抬往了厢房 一想到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公主脸上当即露出了报复的快感 片刻后 狼狈为奸的两人找来了恒泰 直言莲成与陌生男子在此优惠的事 恒泰文言震惊不已 不愿相信公主的话 你要是再啰嗦的话 恐怕他们就要行那无耻下流之势了 公主肯定的话语让恒泰心中一惊 当即带领着众人往寺庙走去 与此同时 厢房中男子的药效开始发作 看着身边凹凸有致的女 他当即贪婪地贴了上去 不料等他看清对方的脸颊 男子顿时被惊在了脸领 认出了莲成就是自己儿时的完蛋 此时莲成也悠悠转醒 看着身侧竟是好友慕风 还和他躺在一张床上 莲成拼命挣扎着就要起身 地旁的慕风也死死地趴在床边 克制住自己的行为 我怎么会跟你在一张床上 莲成的话瞬间让慕风不淡定了 不过莲成的挣扎想要伤害他 绝望的莲成只能拼命地嘶吼 此时的慕风有了一丝清醒 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被下药的阴谋 莲成哪里经历过这种事情 只能抓紧衣衫让慕风不要过来 若是他乱来自己就咬蛇自己 而慕风本就不想伤害莲成 为了控制自己的行为 他便用自谈的方式 将头一下一下地撞在箱子上 莲成见状害怕地缩成了一团 看着对方不顾自身的安危 也要保住自己的清白 莲成心中顿时感动不已 不料这时 恒太突然带着众人推门而入 看着莲成衣衫不整的慕风 以及同样在床上的慕风 恒太瞬间怒发冲冠 莲成还没来得及解释 公主就想直接定罪他 给莲成扣上与男子私会的罪语 韩氏更是冷漠地站在旁边 一言不发 慕风为了保住莲成的清白 只能谎称他听到屋中有打斗的声音 为了救莲成才与他独处一事 公主闻言顿时冷哼一声 为慕风的狡辩拍手叫好 直言两人的奸情败露 竟然编出了这种谎话 随后公主更是直接拉住莲成 让他回祠堂受罚 不料拉扯中莲成的衣服意外滑落 露出了肩上血红的胎脊 这瞬间让一旁看好戏的韩氏 愣在了当场 莲成身上的胎脊 竟跟自己二十年前 抛弃的女儿一模一样 为了保住正式的地位 他便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 用一名男婴换掉了刚出生的女儿 本以为这么多年过去 被他扔掉的婴儿早已尸骨无存 没想到如今又以自己而习的身份 出现在了眼前 她是我的女儿 韩氏震惊地愣在了原地 眼看莲成面对众人的指责白口莫辩 护女心切地他立刻上前 泪流满面地帮莲成解围 是他将莲成带到这里来的 我该照顾 保护你 两遇你 韩氏莫名其妙的话 让莲成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不敢相信 这还是那个从早到晚嫌弃自己的婆婆 一旁的公主更是一脸懵 不明白为何韩氏突然转变了立场 正要开口反驳 韩氏的一句家和万事心 让公主成功闭上了嘴巴 韩氏看着受到惊吓的莲成 忍不住对她关怀背致 眼看韩氏母爱泛滥的不可控制 身边的嬷嬷立刻提醒让她克制 韩氏这才猛然回过神 急忙擦掉脸颊的泪水 最终以误会为由结束了这场闹剧 回复的马车上 韩氏对莲成虚寒问暖 满满的母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还要为莲成去请大夫看看身体 莲成顿时受宠落惊 急忙表示自己从小混迹事情当中 跟人打斗的伤比这严重不安 韩氏文言心中更加愧疚 但也只能拉住莲成的手安慰她 我真应该好好地谢谢你娘 把你养得这么漂亮 给我一个这么漂亮的儿媳妇 看着过分热络的婆婆 莲成不适应地抽出了双手 韩氏也察觉出了莲成的反抗 只能一个劲地表示 自己以后一定好好对待她 莲成瞬间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以为是婆婆可怜她没有亲娘 才会对自己如此之好 这边公主回想着韩氏的倒戈相向 百思不得其解 还没想明白这其中的缘由 恒泰一指修书直接扔在了她的脸上 公主见状满脸的不可知性 丈夫为了莲成竟要修了自己 恒泰也不再伪装 直言当初皇上赐婚 被迫迎娶公主已经是迫不得已 本想相敬如宾的过完一生 谁知公主非要用恶毒的计谋来陷害严成 这让恒泰忍无可忍 让公主拿着修书回到皇宫 所有罪责自己一力承担 公主悲痛万分直接把修书撕毁 怒吼着让恒泰这辈子都摆脱不了自己 看着不可理喻的公主 恒泰直接气得拂袖而去 佛堂中韩氏不停地败谢神仙 觉得这一定是老天给她赎罪的机会 让亲生女儿以儿媳的身份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韩氏不禁发誓一定要加倍对连成好 眼看她越说越激动 一旁的嬷嬷急忙让她冷静 你只能偷偷对她好 要不然叫您瞧出一心来 这可是天大的罪过 韩氏闻言这才暗捺住自己的心情 想到公主为人狠 不知道还会用什么办法刁难难长 她急忙吩咐嬷嬷嬷要格外助 不能让连成在自己眼皮下出事 这边恒泰还对白天的事情耿耿于我 一想到妻子跟别的男人独处一事 他就想除掉对方出一口恶气 可连成一想到沐峰宁愿伤害自己 也要保住他的清白 瞬间心软 极力担保沐峰是个好人 被极度冲昏头的恒泰 竟然质问连成为何一直为沐峰说话 在你心里是他多一些 还是我多一些 当然是你多一些 看着无理取闹的恒泰 连成不想再过多解释 以自己睡觉为由让恒泰出去 两人也最终不欢而散 这边每天待在屋中闷闷不乐的公主 发得虚弱起来 经过太医的查证 表示公主的膳食中被人下了门 毒素的来源就是食物本身 每顿膳食都五行相克 好在中毒不深暂时还可以医治 侍女文言百思不得其解 只因这些膳食都是公主自己要求 一想到这里 侍女心中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谁知公主却突然仰天大笑 丈夫不疼家人不爱 自己在这个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眼看公主一心求死 护主心切的丫鬟急忙进宫找皇后帮忙 得知女儿整天寻死密活 皇后顿时十分心疼 她同样身为女人 知道若是丈夫的心不在自己身上 将会活得多么痛苦 随后皇后派贴身秦嬷嬷嬷去开导公子 希望女儿不要一心指在男人的身上 秦嬷嬷嬷来到王府 看到公主独自一人 在鞦韆上郁郁寡欢的样子 也是长叹一声 为了开导她 秦嬷嬷便给她讲述了鹅皇女婴的故事 希望公主能跟连城和平相处 就像是故事中的姐妹俩一样 这样恒泰也会雨露均沾 如果女人跟女人之间非要尔约我诈 正论你死我活 那么岂不是叫男人 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了 公主听后渐渐清醒过来 瞬间觉得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 有多么的可笑 想通后公主主动找到连城 希望跟她以后能做一对好姐妹 再也不要有之前的是是非非 连城看着公主突然的转变 一时有些不适应 公主却表示 自己一直被极度冲昏了头脑 如今才发现大错特错 若是她伤害连城一分 那么恒泰就会远离自己一分 看着公主是真的毁 连城也微微一笑 主动握住了公主的手 本以为两人的误会就此紧开 谁知韩氏看到两人在一起 当即气愤地推开了公主 讽刺她有不为人知的阴谋 公主耐心解释 自己是真心要跟连城和好的 可韩氏却不相信她的话 不允许连城身边有任何威胁 看着公主讨好般的递来糕点 韩氏更是直接推开 明里暗里表示 糕点中被下了毒 明白自己明明是好意 为何会这样被人曲解 顿时红为眼眶 抓起糕点一个劲地往自己嘴里塞 我没有下毒 为什么要冤枉我 韩氏文言不为所动 甚至警告公主以后最好跟连城 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才是对两人最好的归宿 无视公主委屈的面庞 韩氏拉住连城就离开了花园 留下公主站在原地 任由眼泪打湿了一惊 这边韩氏千叮零万嘱咐 让连城千万不能吃 公主送过来的任何东西 更是对连城嘘寒问 甚至比对恒泰这个儿子还要好 这让连城和一旁的梅姨娘 都觉得很奇怪 韩氏的秘密最终会被人发现吗 连城将来在王府 又会发生哪些故事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